何超琼身上有很多标签 赌王千金 商业巨头等等 每次何超琼一现身都会吸引大量的目光 虽然何超琼是一位企业家 但他的人气真的堪比大牌明星 非常受到网友的追捧 最近何超琼现身接受采访 他经验现身十分抢劲 何超琼的气质真的有很多 他真的非常迷人 他虽然是女强人 但他身上依旧很有一种小女人的感觉 当天他身穿一身粉红色套装现身 看起来非常的简灵 谁能想到如今他已经61岁了吗 一身粉色穿搭的何超琼毫无违和感 真的非常难得 何超琼这种大女主的感觉实在太迷人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现场采访的媒体众多 面对媒体何超琼把状态调整到了最好 如今挣多少钱对何超琼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欲望 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发展扶贫和发展旅游产业上 何超琼的格局非常大 他如今把眼光和目标都放在了整体发展上 对于大湾区的整体发展也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解答 何超琼面对记者的提问全程面带微笑 看起来非常有亲和力 很多现场采访的媒体也都被何超琼的气质所打动 何超琼只要有时间就会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为各地的经济发展出力 赢得了很多网友的喜欢 何超琼今年已经60多岁高龄了 可他的工作行程却一点也不输于年轻人 最近他先后穿了三身不同造型的服装 参加了三场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 从粉色小香风套装到绿色旗袍 每一身打扮都展现出何超琼优雅大方 迷人有魅力的一面 论坛现场 何超琼身穿一套粉嫩的短款外套 整个人散发出灵动娇俏 少女无猜的气质 落座后 他一直面带微笑 戳饮着面前的一杯饮料 短发也衬得他精神焕发 年轻有为 采访时 他就文化传承和旅游经济发展等话题 畅所欲言 一字一句说得有理有据 这个六十好级的老人家 思路可不是一般人能及的 他对国家发展 有着非凡的前瞻眼光和深远的见解 用发言人的话说就是 真有大局观和前瞻性 身怀高龄 却思维如此卓越 何超穷是当之无愧的 国手 级别 现场写字时 何超穷的体态一态 同样让人赞叹 尽管动作有些 老太隆忠 却优雅之性 云淡风轻 看来 他对岁月流转的静谧美好 有着独特的领悟和体现 何超穷的出场和行走姿态 都堪称 仪式感 的最佳助角 他不乏稳健 闭靡天下 每个动作都恰如其分 得体大方 就连路人与他合影时 他也是和和气气 谦谦有礼的 穿上绿色旗袍 在北京拍摄中轴线大片时 何超穷前金凌空 虚心深姿 尽显古典气韵遗存的艺术气息 而他身侧活跃可爱的孩子们 又为画面渲染了一股朝气蓬勃的生计 古老与锐气的有机交融 并这组写真美得令人吸引 尽管六十多岁的高龄 何超穷竟然还在工作中扭伤了脚 即便如此 他也咬牙坚持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从他那娇小瘦弱的背影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内心宝藏般的坚韧和毅力 年龄固然可怕 但只要精神永存 永远年轻 除了各种正式活动 何超穷还光临了MGM的一场年度 该了 他身穿一身艳丽的动物纹路礼服 再搭配上珍珠耳坠 气质十足 贵气逼人 时至今日 这个老戏骨依然活跃在各界 展现着巅峰无朽的大师风范 都说何超穷没有陈柏强那般的 小资生活 但他有比那更有价值的东西 工作 正是因为被工作充实了生命 才让他的每一天都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彩 或许正如很多网友所说 虽然阿姨这把年纪了 但工作还是如此的繁忙 其实内心是因为有着太多的激情和干劲 才会不自觉地被撑满生命的每一个脚脚落落吧 工作的确是好东西 它能让生活永远焕发活力 但也要看何超穷是如何去工作的 身怀何种 降薪 小到写个字 行个路 大到亮相一场重要活动 何超穷都下足了苦工 当然 这份自自不倦的降薪 也正是他依然精神抖擞的关键所在 面对一众年轻力壮的明星们 何超穷正是用这份苦心孤意 书写了一个传奇人生 有网友就戏谑地说 就这么个把年纪了 还在各大活动上卖力卖足了 平常人恐怕早就有盐 不尽了吧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只知道嘻嘻哈哈 贪图享乐 丧失了工作的意义 真希望很多小年轻们 能向何超穷学习啊 用责任心和干劲 去热爱生活和工作 而不是整天无所事事的混日子 那样的人生可真是太可悲了 从工作到生活 从细微到宏观 何超穷无不散发着光芒 这种光芒不单单来自 她的事业成就 更远于其高尚的人格力量 阿姨还是蛮时尚的嘛 穿什么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虽然有些老太隆越了 但更多的是一股老者的 从容和睿智啊 真是的经典范儿 越老越有味 越发显出大家风范来了 可见 何超穷之所以备受尊崇 不止因为她的事业成就 更多是因为她独特的人格魅力 她用自己的生活方式 诠释了什么才是 活出风采 的真谛 每个人对 成功 的定义不尽相同 但用责任心和干劲 活出精彩 或许是永恒的共识 而在这方面 何超穷正是广大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毕竟很多年轻人只知道贪图享乐 整日无所事事 与之相比 何超穷即便高龄 却依旧勤奋工作 自私以求 正因有着这份执着的匠心和精神 她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感肠子 而在于精神的高贵和内在的充实 而何超穷用自己的一生 诠释了这一点 她的工作远非敷衍了事 每个细节处都凝聚了她的用心与敬业 从现场写字到展现一态 每个细节都透露出匠人的自律与执着 就这么个把年纪了 还在各大活动上卖力卖足 平常人恐怕早就有盐 不尽了吧 可见 在网友们心目中 何超穷无疑是一位 卖力 到了极致的牢记人才 而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又靠的是何种力量呢 细细挖掘其中的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 是一股对事业的执着 和对生活的热忱力 撑起了何超穷的 精神封碑 而这正是她赢得万千爱戴的关键所在 时至今日 何超穷早已化作一面耀眼的旗帜 照亮了无数追求精神富足的人们 从她身上 我们不难看到一种 渴望把握当下 活出精彩的理想主义情怀 那是一股不安于现状的进取精神 一种永不停歇的奋斗姿态 这正是何超穷之所以能够持续绽放光芒的重要原因 而在她的身后 是一代代艺术工作者 接力向前的人生接力赛 从张罗到周璞 从梅兰芳 再到如今的何超穷 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不曾中断 精神也终将流传 一个个冒蝶老人的顽疾和坚持 构筑起了民族文化的钢铁长城 而这并不只是一个个案例 更是一种永续的文化理念 以至高的艺术标准和虔诚的工作态度 一代一代向下延续 那么 在这样一种理念的引导下 何超穷等人 又将把国粹文化引向何方呢 他们又将以怎样的面貌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呢 人的理想和精神是永无止境的 只要具备执着的决心和虔诚的态度 我们定能亲眼见证更多的精神封碑和文化力作 在这片热土上绽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